來,我們今天來介紹兩個藍牙之間的一個傳輸 然後我們是使用到ESP32,然後兩個藍牙的傳輸 我們使用到的是傳統藍牙SPP的一對一連線 注意到,我現在用的都是傳統藍牙SPP一對一連線 你不能打上BLE,這個不是BLE的方法 藍牙有分兩種,一種是傳統藍牙還有一個BLE 我們現在使用到的是這個,不是這個,這個不是 BLE不是 BLE的話是我未來幾周的話 會在研究出BLE的時候,我會把它放上影片 把它整理一下,做成影片,然後上傳給大家看 好,那個,來,我們稍微大概弄個影片 那個,ANYDISC好了,好,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哦,636,OK,好,可以 等一下,那個一定要開啟那個,檢視 然後再來,好,我們講到的,剛剛不是有提到說那個嗎 嗯,一對一嗎 一對一的話,就是說,我們現在,你看 它都沒有,這個是第一個藍牙,就是ESP32 這是第二顆,那這個是TTGO,所以它有螢幕,這個是沒有的 那我,這個是主控端,這個是背控端 我要從這邊連到這邊,這邊先連到這邊 就是這一顆嘛,這一顆,連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連成功的時候,你雙方都可以傳輸資料 這邊也可以傳過來,這邊也可以傳過來 好,它傳資料的時候,它是以字緣方式傳輸的 好,那我們先講,接下來講解那個 好,最主要部分的話,我們先講解到 這個,這個參數的話,如果你這邊沒有寫入Tru的時候 也就是說這個拿掉的話,它就是背控端 好,一直以來我們之前講的影片都是背控端 那現在如果我們加入的就是兩個藍牙的時候 一定要,它這個就是用這個參數去讓它去辨識的 好,那這邊的話,如果是說你藍牙上面的裝置名稱的話 是A01的話,我把它定義為背控端 然後A02是主控端 然後程式碼是在這邊 來,我們看一下程式碼 先看背控端好了,因為背控端比較像之前的 按鍵的話,那個之前上一部影集有講的 那我就不要再重複講解了,我們就講解比較不一樣的部分 像這個是背控端啦,因為它後面沒有加Tru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主要這個部分的話就是顯示 在那個螢幕上顯示我這一顆的話,它的藍牙名稱叫什麼 就是ESP-A01,然後就設定它的按鈕的事件 然後接下來的話,這邊的話就是 對嗎? 對了,還有一個 忘記講解到了 這邊的話,它本來要設定配對的密碼嘛,對不對 我看到那個範例的話,它是把它註解掉了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怎麼註解掉,那是不是可以用 然後我就試了好幾次之後 就算你有設,你把它開放出來讓它使用 就是你使用這一段程式碼的時候 然後你有設密碼 我發覺到它也一樣是 就是說,它好像是用內建的什麼00000或是1234就通過了 就根根不鳥這一段了 應該是說不鳥這一段了 所以我就放棄了 但是,事實上它這邊有一個範例 它這邊有範例,有一個真的是有配這個 我有試過,它這個確實是可以用的 這個範例的配對是可以用的 那至於就是說,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的設備要安全性的話 那你就這個再研究一下 應該有眉目的 好,但這個我也是從它範例改過來的 所以,反正就是說它原有的它範例是那個註解掉了 好,那真正的的話 真正的的話,就剛剛我剛剛講那個配對的話 你拿那個東西再去研究一下 看看為什麼它的可以 好,那個去把它改一改看看 好,那我們今天著重的還是要講解 兩個藍牙之間的傳輸的配對 好,因為我是覺得它那些程式的話 它會一直在演進 所以到時候應該是這個配對的話 藍牙設定的配對密碼 應該是到時候將來也是可以用的 我是這麼認為應該會可以用 所以我就著重在原理一對一的傳輸就好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好,一樣這邊的話 大部分這邊就是你確定 不是這邊,講錯了 好,這邊的話 確認說你這邊有讀到資料之後就跑回圈了 那我這邊有加入一個就是說 本來它應該是要讀 跟這個上面的一個 也是要讀那個一個資源一個資源的讀 後來我發覺到就是說 如果我傳自傳怎麼辦 好,那我就把它改成這個 也可以讀起自傳的 然後再顯示在那個 不好意思 這個是DF的螢幕上面 那你要改 你要改的比較簡單的也是可以啦 像這個就是你看讀起自傳 它把它串起來的 好,那這段程式嘛 我就大概帶過了 然後我們再去看一個那個A02 就是那個它要連到那個的 連到那個主控端的 把背控端那邊的 我們看那段那個主控端的程式嘛 也就是A02 好,一剛開始 它這一段程式嘛 就比較有趣了 你看 它設定好那個 藍牙的裝 裝置的名稱的時候 後面就加一個 True 也就是它是主控端 你看 你看 它是原有的程式嘛 它註解掉了 它配對密碼也是一樣取消掉 好 那 那 到這邊的話 這段比較有趣 就是告訴你說 它 它有連到另外一個 藍牙設備 好 藍牙設備 然後如果連成功的時候 告訴我們連成功 可是它這一邊 它比較有趣的是說 它如果 它 你看嘛 它又假設它斷掉的時候 又再重新再做一次連結 所以 我看那個 人家那個 那誰啊 寫的書啊 那個深入圖解的書啊 它 它這一邊是沒有了啦 它這邊是沒有寫的 好 我有真的是去研究它啦 好 可是 可是這個是 從範例抓起來的 我就搞不清楚 它為什麼這樣子寫 這就算是寫的 它問題是 你這是CR啊 對不對 那你幹嘛要 再判斷一次斷掉 那你既然已經連結了 幹嘛 還要再去判斷 那可能是 在這邊 我就想說 這個範例寫的 寫寫 他又沒有去解決 好 那是體外化 沒關係 好 接下來就是一般的這個 我沒有去改 這個我沒有去改 這個東西 好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兩個的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它那個 主控端 主控端的時候 我們切到 因為主控端是11 我把它切換到11 好 我們來主控端 你看到 主控端的話 把這個應該 這個 然後 來 我們把主控端 主控端 的就是這顆 我們先把它重置 reset 你看它左邊的 主控端連線的時候 你看有沒有看到 連線成功 又連線失敗 我想起來了 因為 你這邊 它連過去的時候 看起來是連成功 所以 因為 後來它會偵測 那一個 就是因為怕 就會失敗 所以我想起來了 因為我剛剛 就這一段 我想說 奇怪 怎麼會那個 剛剛那個沒有想到 其實它這一段的話 就是因為怕它 就是因為怎樣 你知道嗎 事實上 你連過去了 應該是這樣子啦 它這個設備 有被其他的裝置連到了 我這個裝置雖然可以連過去 但事實上 它沒有真的連成功 但是它還是傳輸那一個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段 是寫 寫的應該是寫這樣子的 寫這樣子的 它的用意應該是這樣子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這一段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你知道嗎 我是覺得這個的話 先給它重置好了 這顆 第二顆的 背空端按一下 好嗎 它已經重置了 然後我們這一顆 好嗎 讓它再重新跑一次 你看左邊的訊息 好 好 等一下 這一段它 它出現這個的話 這一段其實是 應該是要 我是覺得啦 這個可能少掉一個東西 就比如說 你還要再去判斷說 我到底有沒有連成功 這邊啦 因為你這邊還有一個 因為你又再加這個連線 其實你應該要再去跑出來 它到底有沒有就 比如說它有沒有連線成功 再出現一個訊息 這樣會比較恰當一點 因為你又寫那一個了 好 沒關係 因為我懶得去再改寫了 好 因為它真的是從範例 我從範例拿過來 稍微加工而已 我只先講解它這兩個串接的 好 這個 這個是A跟B A跟B的話 我是送出A 我按B 按B 好幾下 按A 有 我各按一個 它就傳輸了 好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 藍牙的一對一吧 然後還有一個 我可不可以從這邊傳過去 因為剛剛是從這顆傳過來 來我們再試一下 因為我們傳的時候 我剛剛有想說 它應該是可以傳輸 直串 對不對 我們打A、B、C好了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螢幕有沒有出現變化 有A、B、C 對不對 我們打一個1 1也沒問題 1、2、3、4、5、6 好 1、2、3、4 欸 1、2、3 打太多了 對 我知道了 因為它那個自傳的時候 它有時間性 所以它中間的話 它在抓的時候 我們要等待 對 這個要等待 不要一下打完的時候 很快的那個 因為它那個 它的原理的話 如果你太接近的話 你打完又再按的時候 它會那個 所以要等待 比如說你要打的時候 我就等待 2、3、4、5 這樣子 好 看一下 對 不要輸入的時候 太快 對 QQQQQ 我看看是3個Q呢 對嘛 你看 它又輸錯了 Q 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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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那是A01 那这样来说的话,读取这个东西的话 如果是拷贝网路上面来的 那没关系,我在想说这段的话 到时候将来的话,如果要写传输的话 我再来修正好了 我们主要是讲解一对一的 一对一的传输 网路的范例的话,它真的是 它只有支援,不是支援 我只是想说看可不可以传输 支援,支援 那这边的话,它有一个范例 SPP的范例 我们来SPP的传输 我们大概给它传一下 我们来连接一下A01 好,我们连接到A01的这颗 它因为有一颗它在连接中 把它关掉再重新一次 那我们连接的时候,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传 123 123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设备是不是A123 对,123 这个123是A23 我们来传ABC好了 我们来传ABC好了 ABC嘛 你看 欸 这个又传ABC的 我们把那个资料 把它传多一点看看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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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又对 所以的话 它这个那个什么 就是这个传输的话 打那个字串的时候 有时候常常显示不对 但是我用刚刚那个监控段 就是那个手机的APP APP的话 像我们这个手机APP的话 是正确的 所以 没关系 它暂时 像这种的话 抓网络上范例的话 常常都有可能会 不能说百分之百正确 我是认为就是说 反正我们会写程式的话 自己要学会怎么去修改 好 看别人范例也是一样 好 那今天 这个范例的话 就是这个 蓝牙一对一阐书 算是就是 最着重 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着重 好 这个东西能够一对一 那如果 没办法是百分之百的 的完 那完 那个完美的话 那你就要 反正就是诚事精神 就要不怕苦 就要把它改 改好来 就这样子 好 那我看一下录 录的差不多了 那就这样子了 拜拜